明明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叛徒 怎么他说的话 也有人信呢 是啊 有的人说 叛徒的话不可信 可也有人说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总之 这风言风语 传得到处都是 而且越传越厉害 秋实呢 你不是跟他一起去瑞京 送文件的吗 我们 我们从瑞京送完文件 他就被通知去了特委 到特委去了 我估计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孟苏 你可也有思想准备啊 我了解孟苏 他绝对不可能背叛革命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首长 孟苏到广州上昆雅的时候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 我是一步一步 看着他走过来的 不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呢 他和欧达明蹲监狱的时候 你也和他在一起吗 我 秋实同志 你的心情我理解 可如今我们周围的环境 实在是太复杂了 斗争的形势实在是太严峻了 欧达明 资格老不老啊 地位高不高啊 不但是资格老地位高 还长期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 说出马列经典 几乎可以倒背如流 讲出革命道理也是滔滔不绝啊 他的热情 他的干劲 也曾经鼓舞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同志啊 这要是放在以前 谁敢相信他会背叛革命啊 我知道 沈梦苏是个好同志 说一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啊 他和欧达明 连孩子都生了 毕竟关系不一般哪 但是欧达明叛党投敌 他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一点没有参与吗 我相信猛苏肯定是不知情 他更不可能参与 你相信 连欧达明自己都承认 他和他一起叛变的 你 我 老谢 咱们谁敢保证 他就一定那么清白呀 来 首长 老谢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静下来 再好好地想一想 按理说 如果孟苏真的背叛了革命 那敌人应该千方百气地想尽办法 进行掩盖 不可能让他这么轻易地暴露 现在的情况是 欧达明大肆张扬 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一样 这很不符合逻辑 很不正常 那你说说 牧达明 为什么这么做 老谢 我认为有两个妄言 一 牧达明 他是想把睡觉魂 引起我们的内斗 二是为了 把骆俗逼上绝隆 他还幻想着 有一天孟苏还能回到他的身边 这是一种无耻的绑架 首长 首长 如果我们真的怀疑了孟苏 那我们就上了敌人的档 上了欧达明的档 难道我们对一个同志成为 敌不过一个叛徒说的一句话吗 是 谢谢你 老胡 我也不知道 怎样才能帮到你 只怪这个欧达明太混蛋了 不奇怪 他要是不混蛋就不会当叛徒 我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 但我不会让他得逞 死都不会 老歇 怎么样 虽然我一直在和书记争 但是我理解 领导很为难 结果怎么样 争论了半天 书记终于统一 展示先不抓捕 也不审查审蓬苏 但是必须停止他的一切工作 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办法 我现在就找李导去 求时 别激动 也许 我们对他的怀疑是错的 也许他真的有委屈 他一定求时 可是领导刚刚说了 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 我们一时无法辨别真假 也无法知道知识的真相 现在的情况就这么严峻 是 蒋介石的围剿 和中央苏区的反围剿 正在差之毫厘 而失之千里的结果眼上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 采取一切措施 想尽一切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组织的冲进 保证通往苏区的命脉 和这个大局比起来 我们个人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别说是蒙苏 就是你我 在这伟大 而历经坎坷的革命事业面前 都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另外 刚刚接到中央交通局的通知 监狱 莫大兵已经公开叛变 山脱大战 已经名损失望 长青大战 前一段时间 也遭到了重创 其他几个主要大战 也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因此上级决定 撤销这条中央交通线 中央交通线要撤销了 对 那中央速区怎么办呢 我说的是那些 运送的物资和人员 改道总 向南俄 和敏东北等其他路线 你想想 和这个大局比起来 我们个人的委屈 又算得了什么 乃秋实同志 对不起老险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太闯动了 没关系 我理解你 那我呢 接下来我的工作怎么办呗 你和郭大张 调往其他角度间 好啊 好啊 你们走了 那我怎么办 总要给我安排点工作吧 暂时 没有安排 组织上是不是不要我了 小远丢了 工作也不让干 同志们也不信任我了 组织上也抛弃我了 我到底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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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也别泄气 我知道你委屈 但是你要相信党 相信组织 最终会了解你的 最终会信任你的 好啊 好啊 你们都抓紧一点 来 来 来 你走吧 别让老胡他们等久了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老胡他们先走 我来做好山后工作 最后撤离 我们派一个人 送你去广州 跟春晓见面 我不去 为什么 你到广州跟春晓见面 他可以照顾你啊 等情况好转了 组织上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了 我再去找你 我就待在长兴 我哪儿也不去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交通站撤销了 同志们都走了 你一个人拘目无亲 留在这黄培的大山里 这怎么能行呢 我问你 今天交通站撤销以后 还有没有可能恢复起来 你说长兴站 是 有 你为什么这么说 长兴地处三省交界 不但地理位置重要 商贸流通繁荣 而且 也是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都是通往中央俗区 最好的中转站 是任何地方都替代不了的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我当明叛变以后 放话诬陷我 很多同志都怀疑我 组织上也不信任我了 我百口难辨 所以我更不能 不明不白地就走了 那样我更解释不清楚了 我要留在长兴站 我要收集各方各派 各个势力的 各种信息和情报 等到长兴大战 启动的那一天 我要向组织 证明我的清白 我说 我只能明白 但现在就不是 你使性子的时候 使我使性子 就是 就是 我已经想清楚了 就算我有天大的委屈 我也会忍 我会用时间 向组织和党务 证明我的忠诚 就是 你一定要收入公司 千万不能让他 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知道 他要是不愿意 就是抬 也要把他抬到广州去 你们路上小心点 我走了 我走 秋实 你可一定要抓紧啊 看见了吗 队伍一走 就什么都没了 看见了 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个人来人往 热火朝天的时光 莫苏 你就听我一句话 老胡刚才也说 你坚 我都领了 可我真的不想离开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你必须得走啊 不走 你怎么这么倔啊 走 走 求求你们行不行 你听我一句话 常行处在赤白交接区 鱼龙混杂 周围的环境太复杂了 你说现在你离开了组织的依靠 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而且现在 你说 现在很多人都在怀疑 这个时候你又不服从组织的安排 执意要留在这个曾经往来频繁的情报通道上 难免会产生很多误会 以便能有别的图谋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态度 就是 你也怀疑我 既然连你都不信任我 那就不要再管我的事情 从今往后我们不要再联系 免得让人怀疑你 孟苏 你怎么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呢 那我该说什么 我现在不就是个叛徒 是个嫌疑人吗 不就是不被人信任 连工作都不给安排的一己分子吗 温馨我难道你不怕受牵连吗 温馨我难道你不怕受牵连吗 那错了 你不要胡叫瞒瞻 别的什么都不说 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能放心吗 你的好意我领了 可我心意已决 就像当年从惠平离开一样 谁劝也没用 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不是不听 只是 而是 而是 我不想连累你 毕竟我现在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 如果 如果你继续跟我保持来往 势必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而你的工作 需要你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保密 我现在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 我已经是万般的无能 也万般的遗憾 那就是 如果你真的为我好 就请你离开我 以后继续好好地工作 这样我才放心 你知道吗 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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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如果我が不会并非 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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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不想 我笑了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陈贵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西药的副作用比较大 不宜长期服用 接下来呢我想给他开一些 醒脑开窍的中药 有益力于他下一步的康复 好 院长 有人找您 好的 走吧 梦苏 真香 小远他有消息了吧 对不起 还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你放心 我们会继续找的 找不到他 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谢谢你 淳孝 其实今天来 我是想把阿贵 接到常兴去 接到常兴 这倒是一个办法 我们刚刚还在说陈贵的情况 虽然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但是还需要长期进行调理 我正准备给他开一些中药 长期那个地方 有山有水 空气清新 中草药资源也很丰富 我倒是觉得 那有利于他的恢复 那就带我去看看阿贵吧 阿贵 阿贵 你吃吗 很好吃的 你也看到了 陈贵现在是个精神病人 生活又不能自理 你们交通站的工作又那么忙 成天执行任务跑来跑去的 又那么危险 你把他接过去 你怎么照顾他 长兴交通站出事了 交通线撤销了 怎么回事 沐达明叛变了 什么 这个混蛋 他可把我们害惨了 那其他人呢 秋实和大张呢 他们都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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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那你呢 孟苏 你为什么没有和秋实在一起 春香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我现在就想把阿贵接回去 这样子 我们俩还能再长心做个伴 我已经不是组织的人了 按理说 我不应该指手画脚 我也了解你 你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柔弱 实际上比谁都有主见的人 但是我还是担心你 交通站都撤了 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你留在那个山沟里 怎么行呢 谁说我是一个人啊 我这不是就要把阿贵 接回去了吗 你一个人我就够担心了 再加上一个阿贵 你可算了吧 来之前 我已经把房子租好了 没问题的 我在长兴住了这么多年 各方面都熟悉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没有照顾过病人 尤其是精神病人 不管怎么样 自从从惠平离开以后 我跟阿贵就没有好好 在一起待过 他现在病成这样 我真的很心疼 正好我现在也没有工作 我想好好照顾照顾他 你真的决定了 放心吧 长青大站被迫撤销 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非常大 虽然我们又在弯子口 重新建立了交通站 可这个站的位置 但是从各方面来讲 远远不能和长青大站比啊 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地 把工作坚持下去 看看后边的形势 会有什么变化 老西 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这次让我来担任 湾子口交通站的站长 我知道您顶着巨大的压力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 欧达明的背叛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这个叛徒撕下了伪装面具之后 就彻底地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 带着敌人 对我们的地下组织 进行了疯狂地破坏 即上次博文言先生名下的几家 为苏区贡货的公司出事以后 现在又有一些为苏区贡货的商店 比如圣元号布装 强芯电器材料行 万芯公司等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中央苏区采判处 根本就采购不到苏区极其的物资 如果把我们红色交通线 比作血管的话 那么我们极其的物资就是血液 我们不但没有血液 连血缘都找不到 根本就没有东西给中央苏区注重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 要找到新的供货商 组织新的货源 对 这就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想去广州一趟 到欧阳老先生家看一看 确实应该去看看 不过 他们家除了如此变故 再让他们给苏区贡货 恐怕是不太可能了 孟苏回来了呀 嗯 阿贵 阿贵 前面就是咱家了 小心小心 你看 那有鱼 阿贵你看 偷手指的地方 慧平裁缝铺铺 知道慧平是哪儿吗 慧平就是咱们的老家 咱们长大的地方 慧平 慧平好玩吗 当然好玩了 有好多好玩的 我先回家 回家跟你说 你们怎么能够把孟苏 一个人留在常兴呢 我也不想把他留在那儿啊 但是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走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 下定决心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爸 您看 谁来了 欧阳先生 正风大 先把我爸退回去休息吧 好的 真没想到欧阳先生 会变成这样 是咱们大半辈子的家道 一下就全没了 我爸的年纪又大了 也没办法从头再来 这一次 他受的打击太大了 因为给苏区供货 你们家遭受了这么大的劫难 春夏 对不起 就是 我知道你这次来 除了看问我爸爸 还是为了寻找新的货源吧 你一直都这样聪明 可是我们这次 真的没办法帮你们了 我家现在也是一片混乱 家里的生意不是亏损 就是停下来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继续给你们供货了 我理解 真的理解 希望你们早日度过难关 春夏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一定要说出来 不管你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会支持你们 谢谢 有这份心就好了 阿贵 贝给弄坏了 走 我带你去别处看看 好喜欢这个 不好意思 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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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从事找到你了 你不认识 阿贵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叔叔 快叔叔 你疯了 什么都小远大远的 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的小远 小远 小远 对小远 走 我们去找小远 小远 快 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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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从这儿来 阿贵 你是不是怕我想小远小疯了 所以才特意安慰我的 小远 小远就是从这儿来 小远是在广州丢的 这是长行 广州跟长行离得那么远 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自己跑过来 阿贵想小远 小远也想很贵 阿贵是谁啊 你傻了 知道自己是谁了 看来还真是有好转 小远要吃巧克力 要吃好多好多巧克力 那阿贵要不要吃巧克力啊 阿贵不吃巧克力 阿贵要吃药 吃药能治病 好 那咱回家吃药去 为药病就好了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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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要吃好多的药 看到没有 这个真漂亮 你看到没有 这件啊 是今年广州最新款的旗袍 还有这件啊 我在山途的时候 还看到其他人 都穿着这样的款式 是啊是啊 是啊 不错不错 想不到我们小镇上的人 也有这样的手艺 是啊 想不到在北湾 还能像广州城一样的 不 那个缝纫铺啊 现在已经成了全镇上 最热闹的地方 附近的女人都往那儿跑 说是以穿沈梦苏做的衣服为荣 说是很 很什么 很磨刀 你不是说 他把陈柜接过去了吗 对啊 有了这个裁缝铺啊 起码能养活他们 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议论 什么议论 有人说 这恰好证明了 沈梦苏确实就是一个叛徒 他待在长新啊 就是为了刺探情报 你说 一个弱女子 凭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 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荒山野里 是不受罪啊 这是上次的药钱 剩下的钱我明后天 就给您送过来 不用不用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只要我这个医馆开着 这药啊 你就尽管拿去用 这不 你下次用的药 我都给你配好了 可是这老欠着您的账 那哪儿行啊 我知道你的难处 要不这样吧 您教我认认草药 你要上山自己采药 这以前认识一些 可就是认不全 教你啊是没问题 可这上山采药啊 不但辛苦 还特别不安全 我不怕 只要您肯教我就行 这样吧 以后啊 我不收你的药钱 可你啊 你千万别去采药 可是老欠着您的账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好 我教你 我教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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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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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个饭店布置得很像样子 这段时间的工作看见得怎么样 湾子口这个地方处于赤白的交界地区 而且 长期被白局的势力所占据 再加上周围有国民党的重兵驻守 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展工作难度很大 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展工作 开始都有困难 要想打开局面 确实需要一段过程啊 不过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要信 从前的中央交通线和长兴大战 都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我在想 孟苏的想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他留在长兴大战的坚守是有意义的 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北湾怎么样了 挺好的 他把陈贵接到了镇上 还在镇上开了一间裁缝铺 听说生意挺好的 听说生意得有任何处理 听说是什么 他妈妈有理解 他随着一个人 听说是什么 他一种败仇女 我也是 快吃饭 吃饭 如果还有在老农刀 大家都会 有些人反映 他留在长青市 为了刺探情报 更觉得他 叛变的嫌疑更大了 叛变 老仙 孟苏现在已经 被抛到一边去了 他现在一个人 孤苦伶伶都被 抛在大山里了 他是在被心中的信念 在苦苦地坚守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秋实 你不要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 老仙 这样对孟苏太不公平了 我不管了 我要去看看他 不行 你不能去 为什么 难道你也不相信他 不是 我们现在谁也拿不出 有列的证据 证明他和欧达明 这件事情上没有关系 而欧达明的被判 是个大事件 经到了中央高层 有关领导下达了明确的指示 一定要排查清楚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 有嫌疑的人 你可能会骂我铁势心肠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的 想想大革命时期 那些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人 死的死 散的散 黄旗牺牲了 村小脱离组织了 沈盟苏被停止工作了 陈贵疯了 欧达明被判了 现在坚持工作的 除了你 大张 也没有几个人了 如果你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们交通站的工作怎么办 所以 我只能硬起心肠 我只能硬起心肠 修士 请你原谅我 也请梦苏原谅我 天啊 真可憐 练声 又叫原声 这练声 黑声巫原声 尔贵 来 你看这个 这个是茯苓 这个叫麦冬 你看这叶子多好看啊 还有石昌蒲 芝母 这些都是给你治病用的 好了 我们该吃药了 来 把药 心烫 阿贵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好东西 有石昌蒲 还有玄参 这些东西可以帮你 自阴降火 少发脾气 还可以让你安神 醒脑 恢复记忆 喝了这个 你就可以想起来 好多好多我们小时候 在惠评的好玩的事 好玩的 喝了它 好玩的事就都想起来了 好玩的 小心烫了 阿贵 明天我又要上山去采药了 所以你要一个人在家 你要听话 不准乱跑知道吗 怎么了 又生气了 又生气了 好了 好了 明天明天哪儿也不去了 我就在家陪着你玩 行吗 这个好 阿贵 我要是不去采药 就算是把我卖了 我也抓不起那药啊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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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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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了 又做梦了 梦到梦苏了 这老谢规定 就不让你去看梦苏 结果呢 她在长心受苦 你在这儿也不得安宁 这连续几天了 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睡了 睡了